昨天说到富鸿雪冲进一间客棧 要了一间房间 进了房间之后他就趋着门 接着他就开始吐了 接着又全身抽筋缩了一块 很快去他就没了知觉 外面的雨又越落越大 房间又越来越暗 黑暗之中窗口突然之间开了 有条黑影好像幽灵出现在窗外面 接着就打了个大雷 闪电的时候 照光了这个人的臉 这个人的臉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他看着地下的富鸿雪 分不清这种表情究竟是悲愤 是愁愤愉快还是痛苦 富鸿雪清醒的时候已经躺在床上 床上面的皮肉很干爽很柔软 灯光将这个人的影照在墙上面 咦 是谁呢 这个人就坐在灯后面似乎在想东西 富鸿雪一担高过头 就看到他的臉 一块疲倦 潮水 憂鬱 痛苦 但是又十分之靓的臉 富鸿雪触了一双眼 看清楚了 啊 原来是翠龙啊 翠龙也都看着他说 你醒了 富鸿雪不懂得动 不懂得说话 他全部人都像硬了一态 不可能的 他怎会突然之间来 怎会是偏偏这个时候来的呢 翠龙又说 你应该多睡一会儿 我叫了人和你煲粥的了 他把声音还是这么温柔 这么关心 还是好像以前一模一样 富鸿雪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他突然之间跳起身 指着门口 他说 爛 你爛出去 我不爛 我也不出去 谁 谁叫你来的 是我自己来的 你 你来干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病了 我 我的事 不关你事 不用你来 你的事跟我有关 我一定要你 但是 我现在已经 不懂得你 你懂得我 我也懂得你 以前那些事 无论是你对我不住 还是我对你不住 都好 我们都可以忘记他 但是我们总算还是朋友 你病了 我当然要来照顾你了 朋友 以前那种黑骨铭心 日思夜想的感情 现在不通变成了一种淡淡的友谊 以前本来是相依相威 整夜拥抱等待天灵的情人 现在怎么会变成朋友呢 傅鸿雪的心 好像拿着那样 跟着他搭回到床 翠龙说 我都说 你应该多些休息一下 等些粥好 我叫你啊 傅鸿雪 出力地拿着两个拳头 勉强控制着自己 他说 多谢你 要你来 照顾我 实在 不敢当 没什么 不用客气 我 我故意不去 唉 一对曾经山盟海誓 曾经融为一体的情人 现在面对面 是说些这样的客气说话 帝哥听到一定觉得很滑稽 那其实他们自己 都是雅仔食黄年 有苦自己知 傅鸿雪就忍着说 怎么说 我都不应该麻烦你 我都说没所谓了 反正我丈夫 都不介意我在 你 你 你 丈夫 啊 是啊 我都不记得说你听 我嫁了人了 傅鸿雪一听 嘿 心脊鸟好像碎了 公 公 喜 你 他很艰难 才说得出这三个字 只不过是三个字 三个很普通的字 是人一生中都会整日说这三个字 但是 世上千千万万人当中 有多少个人 会体会得到 傅鸿雪讲唱这三个字的时候 那种感受呢 已经不是可以用痛苦 伤心 憤怒 仇恨 可以形容得到的 那文艺一点的说法呢 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 足以令血液结冰的绝望 那翠龙跟着说了什么 他就听不到了 他将这三个字 就反反复复 不知道说了多少次 但是他自己呢 完全不知道自己口口口口 始终是说了这三个字的 很久 他才听到翠龙说 一个女人 不管是什么女人 遲早都要找个龟叔 遲早都要嫁人的了 不 我明白 你既然都不要我了 我就唯有去嫁别人了 翠龙就硬折出一些笑容 怎么说 结婚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富鸿雪雙眼就看着他瓦背顶 出力地控制着自己 他不想让翠龙看出他内心的痛苦 和绝望 过了很久了 他才问话 你丈夫 来了 嗯 那新婚夫妇 当然应该是寸步不离 富鸿雪又问 他 在外边 嗯 那就应该出去陪他 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我说过 我要照顾你 我不用你照顾 也不想被人误会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事 他知道了 他都同意我来照顾你 看来 他 他个人 好开通 是啊 是啊 他的确很开通 但是 但是我不开通 我一定都不开通 你如果真是怕人误会 我可以让他进来一起陪你 他不等富鸿雪同意 就转转头叫 喂 你进来 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唉 喂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字 说得好 就很全情 很亲密 婚夫妇 在外人面前 很多时候都喂喂喂 到门就没有摔到 他刚刚喂完之后 门外面 立刻有个人推门进来 好似特意在外面守住的那样 当然 老婆和另一个男人在一间屋 做丈夫的时候 会有点不放心 富鸿雪本来就不想见这个人 但是忍不住去望望他 只见这个人年纪不大 但不年轻 大概是三十多四十岁 臉是四四方方 好有沧桑味 穿得整个新郎哥那样 那些老华贵 色彩亦都很鲜艳 和她的样子真是很不配 因为她的样子很老实 当然 旧经封城的女人 如果真是想找个龟叔 都会选个老实些的人 富鸿雪这个人居然没有激动 甚至没有妒忌 跟她上次见到翠龙和那个车夫在一起的感觉完全不同 翠龙拉着这人的衣服走过来 笑着说 呢 她就是我丈夫了 她姓王 叫做王大雄 王大雄 那不单止她的样子老实 连个名都老实过人 她被翠龙拉着 整个小孩 要她向东她就不敢向西 翠龙又是话了 那 这位 就是我和你讲过的富鸿雪 富公子了 王大雄的面子立刻露出讨好的笑容 她抱抱拳说 富公子的大名 在下 九阳了 富鸿雪本来就不理睬这个人 以前她或者连看都不会看多这种人一眼 但是现在不同 她多大都不想被翠龙的丈夫将她看成一个伤心人 但是 她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和这个人聊天 她就唯有说 恭喜你 恭喜 你们 王大雄居然也好像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整个洞督企站在那里傻笑 翠龙立了她一眼就说 她是个老实人 一向很少和人来往 所以不太懂得说话 富鸿说话 不说说话 好好 她都不懂武功 不懂武功 好好 她是做生意的 做囚团生意的 做生意 好好 她的确是个好好的人 至少 至少她不会扔下我一个人走了 富鸿说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翠龙说什么 她没有见到翠龙那种酸楚的笑容 她好像是看着王大雄 其实她没有看到 双眼是胸的 王大雄周身不自在 她吞了两口口水之后就说 她说 你们在这儿慢慢谈 我还是出去 她想把衣服从翠龙的手上 拔出来 但又不敢出力 因为翠龙的面色这时候很难看 世上怕老婆的男人很多 但她怕得这么凄凉的真是很少见 其实 老实人 娶到个漂亮老婆 就不是说那么好 富鸿说 你 请坐 是 那王大雄把口就认了 但是她仍然站在那儿 翠龙就挖了她一眼 人家叫你坐 你为什么不坐 王大雄就好听话 立刻坐下 看来 如果不是她老婆吩咐她怕连坐都不敢坐 就算坐下 那对手都很规矩地摆在自己的膝头那里 啊 她那对手真的很粗鞋 手指甲很邋遢 富鸿说 望了望她的手就问 你们 结婚 多久啊 呃 已经有 有 王大雄用了眼角 稍稍吹龙 好像说话都要请试一下 吹龙就说 嗯 就快有十日了 哦哦哦 没错 就快有十日了 今天是 第九日 哼 你们 早就 懂得 呃 不是 是 哎 这么简单的问题 居然又不是又是 富鸿说就担高头挖着她 天气这阵时虽然很凉 但是黄大雄的整头汗 站又不是错又不是 富鸿说就说 你 不是 做囚断生意的 呃 我 我 富鸿说慢慢轮转头 看着翠龙 她 不是 你的丈夫 翠龙被她这样问 好像是突然之间被人刮了一巴掌 什么有人说 女人呢 有时就好像个合图那样 只要你打得烂她的外壳 就会发现她内心是很脆弱 很柔软的 富鸿说望着她 哎 表情就不知多复杂 不知道是高兴 是伤心 是同情 还是可怜 一寸寸晶型的眼泪 从翠龙那双眼流下来 她全身都发震 几乎连站都站不稳 她不用说什么话 已经足以表示她对富鸿说的感情 仍然未变 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人的确就不是她的丈夫 富鸿说就问她 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她 她不过是店里面的伙计 但是 臨时让我 叫她来 我 我不认识她 你 找她来 就是要她 冒充你的丈夫 是 你 为何 要这样做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想来看你 想来陪你 照顾你 又怕你赶我走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死纏着你 不想你觉得我是个下战的女人 哎 其实最重要的 是她不可以再忍受富鸿说冷淡她 羞辱她 她怕富鸿说再伤她的心 所以才想出一个这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这一层原因 她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富鸿说已经明白 富鸿说不是一块冰 也不是一块木头 翠龙又是说 其实我心里面 始终只有你一个人 就算你不要我 我会再嫁人 我自从跟了你之后 其他男人 我一个都看不起 富鸿说听她这样说 突然之间出尽全力大声说 谁说我不要你 谁说的 你 你真的要我 我 我当然要你 不管你是个怎样的女人 我都要你 都要你 除了你之外 我不会再要 帝个女人 哇 今天日常生活中 很多东西不是大声就行 但是感情这一样不同 俗意说情龙声道 这一魂 是富鸿说第一次真情流露 他伸开双臂 翠龙就立刻扑入她的怀抱 他们出力地拥抱 两个人融为一体 两伙心也都变成一个 所有的痛苦悲伤误会 突然之间都成为过去 只要他们可以重新结合在一起 他们就会笑着和过去说一声拜拜 翠龙出力地抱着她说 只要你真的对我好 从今以后我怎么都不会走 怎么都不会离开你的了 我 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真是 真是 黄大雄看着他们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当然不了解这种感情 更加不懂 他们既然真是相爱 又怎会搞出这样的事 爱情是甜蜜和痛苦的 这句话他这种人是没办法理解 因为他未试过付出痛苦的代价 所以他永远都体会不到爱情那种甜蜜 他只是知道 现在他留在这里已经是多余的 所以 他就偷偷地站起身 打算走出去 傅雄雪和翠龙当然就不会留意他 他们现在已经不记得有个假老公在身边 暗淡的灯光 将这个假老公的影就照在墙上面 墙是白的 影是黑的 黄大虹慢慢转过身 手上突然之间多了把七寸长的短剑 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什么事啊 来吧 这种看法 请不吝点赞金